吉安乡公所为了推动居住安全城市 展开水沟盖全面性的普查工作 委托18个村长、567位的林长 针对全乡的水沟盖实施安全体检 乡长游淑珍表示 水沟盖虽然不起眼 却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更攸关民众性的安全 特别感谢村林长的协助 一起守护乡亲的公共安全 吉安乡公所展开水沟盖全面性普查 工作透过18村村长、567位的林长 针对全乡水沟盖实施安全总体检 吉安乡的建设要与安全第一 这次吉安乡公所启动 全面性的水沟盖的一个普查工作 原计划要请专人来作为一个检视 但必须要有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因此我们做出了请18村的村长 以及567位的林长 共同来检视村林里里面的大街小巷 甚至是一些危险勘与的建设 都一起来承报 这次所承报的地点有247个地方 我们一一的来建构完成 一一的来修复 希望还给我们乡亲一个生活适性移居 安全第一的吉安乡 对于村林长的回报案件 有立即危险性的 乡公所马上通知开口合约厂商来修复 而没有立即危险性的部分 先行录案逐一改善办理 而部分回报在私人土地 或者是非隶属乡公所管辖区域 乡公所也发文通知全管单位 列入追踪监管带改善的案件 期盼可以共同来克服危险瓶颈 有效掌握吉安乡的居住安全品值 借助会吉安乡报导